大家好 这段时间养猪顶红是很难让它开花的 除非是我们刚刚买回来的猪顶红 经过低温穿化 也就是我们买回来之前 是经过员工 低温穿化以及孕育花蕾的 才能让它开花 如果说我们正常养护的猪顶红 没有特定的条件下 是很难开花的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养猪顶红 主要是把它这个肿球给养大 长一些侧芽出来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养猪顶红 尽可能的增加施肥 增加光照 增加浇水 因为只有肥足了 才能让它这个肿球 长得大 长得快 还有呢 长这个小侧球多 这段时间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大家可以使用一些素效复合肥 比如说像这种荷兰进口的 它里面的大凝甲元素 比较均衡 比较适合猪顶红在生长期的时候使用 让猪顶红的肿球 长大得更快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给猪顶红施肥 尽可能的少用一些 零严肃高的肥料 同时我们要给它多浇水 保持土壤有点微微的湿润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养了猪顶红 没有长侧芽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换一下土 换一点疏松透气的土壤 让它肥力更加充足 容易长侧芽出来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